同价位日产探路和现代圣达该如何选择 差距还是很大的 千万不要选错了 日产的这个探路呢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这款车子是有一些 因为你QX560的一个因素的基因的 以前的是非承载式车身 与大家见面 后来又改为承载式 后来又改为非承载式 现在又改为承载式程式SUV了 来回转换 这部车的优势是啥呢 它的二整定发动机可以在14比1之间的压缩比 来回智能的去切换 当你身踩一脚下去的超车系压速时 它转回14比1的高压缩比 动力更加好 爆发力更好 高压缩比 那么当你抬起脚下流门踏板 代数行驶的时候 轻踩的时候 它会转回8比1 或者9比10比1的一个压缩比 这样更加的节油 延长发动机的寿命 这点是非常不错的 匹配一个横置的财福9AT变速箱 没错 这款变速箱就是灌道那个9AT 一听到灌道9AT 大家很打臭 是吧 9档用不上 而且呢 有顿挫 那日产这次调教的还是不错的 到100公里 90公里时速时 9档去用上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而且它的顿挫管也减轻很多 最主要是这款车的隔音精英是不错的 开到80公里时速时 仍然隔音表现不错 底盘呢 下面摆臂非常确 非常壮 开起来更像德西车的一个质感 并不像一款日系车 这是它 那么 现在圣达能不能买呢 也没问题 非常成熟的200T发动机 加上派沃泰坦迪斯的8AT变速箱 没有比斯旗下吗 对吧 这款变速箱的稳定性 要好于财富的9AT 要好于这个日产这个碳路的9AT 这款8AT非常品质难用 你看 现在的旗下 还有这个都在使用这款变速箱 没有任何问题 外观稳重大气 很漂亮 由于是前面车头非常漂亮 底盘用料也是非常好的 总而言之 这辆款车 你选哪个都不会后悔 都要比买这个丰田的哈兰达好态度了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